用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剛剛的這個方式 會當然最好 不會的話其實好像也沒關係 那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要問問題的話 建議還是要先從B3開始 也就是你那個問題 假設你的游標已經放在B3了 假設你游標已經放這裡 但是你不用跟他講 就是假設你已經在B3的狀態 可是你要怎麼問呢 第一個問題當然是說 開頭一定是幫我撰寫 Exail公式逗典 然後要做什麼呢 就是請幫我找那個錢瓜糊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怎麼敘述 我這邊有一個算範本吧 以後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怎麼問 其實你可以參考我這邊的範本 就是請幫我撰寫 比如這一句 請幫我撰寫Exail公式 將A3儲存格 其實儲存格這三個就不打也沒關係 其實A3就是一個儲存格 將A3的 我的習慣會把上面的資料讓他看到 因為他看不到 上面的流云瓜糊這一串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串複製起來 放到A3的後面 將A3的這個資料有沒有 取出瓜糊中的資料 OK那你說老師現在還沒有完 對我是建議你不要那麼急著 一次就要把公式寫完 你一樣可以分階段 OK我們先針對B3 OK所以你可以把這一串 當然我建議你可以用你的 這個習慣的方式 輸入到哪裡 輸入到ChargePT 所以再來就把問題輸入到ChargePT 傳送訊息給他 然後並且送出好了 OK他請他幫你拽寫一個公式看看 這個時候的話 即便你不會寫MID或FINE的話 你會發現 哇他基本上 馬上瞬間 剛剛我們想很久的東西 馬上就幫你寫完了有沒有 他用MID FINE錢瓜糊 加1有沒有 然後FINE後瓜糊 剪掉錢 錢瓜糊再解1 完全一模一樣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直接可以把它複製之後 貼到這個B3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因為我為什麼沒有特別講B3 因為你就已經在B3了 你就不用再特別再跟他講說 我的位置在B3 有點好像多此一舉 但你要講也可以 如果我的儲存格位置在B3的話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講沒關係 OK你就把這個公式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再向上填滿 已經差不多了 不過呢 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緊VALUE 那緊VALUE怎麼辦 你說老師 我不會用你剛剛講的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在第二階段再跟他講 那你的敘述方法一樣 請幫我修改 或者是請幫我修正這個緊VALUE的錯誤 我看一下我的敘述方法 你們可以參考一樣 就是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我的 如果A2除成格 我這樣敘述 為兆大傑沒有刮虎 要如何 不要輸出緊VALUE的錯誤 不過我覺得 我自己這樣講 我覺得有點囉嗦 甚至你可以打這個 不要輸出緊VALUE錯誤 其實就OK了 只是說他可能會不太知道 沒關係 我們還是比較完整的給他好了 就這個 如果要避免 這個資料 如果是照大傑 這個有沒有 如果A2這個錯誤 那要該如何做 那我們一樣把這個問題 再丟給TrackGPT 看他有沒有辦法解決 當然啦 未來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你的檔案 直接附加 直接給他 他就會知道 不然他有時候用猜的 可能會給你的東西不正確 那輸出之後的話 看一下 他會不會真的幫你 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答案呢 你會發現 其實他給你的回應 你大概就知道 要避免在沒有刮弧情況下 出現緊VALUE錯誤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 這個是一個錯誤 OK 您可以將什麼 IFER函數有沒有 加入公式中 應該就正確了 這樣如果找不到刮弧 公式會返回空白 其實應該不能叫空白 應該返回沒有資料 因為空白 有點像是在雙銀號裡面 加一個空白 OK 這個我覺得敘述有點 有點可以修正 等等的啦 OK 底下我想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無資料 所以他給你兩個版本 那你看最後你希望哪個版本 那我用第二個版本好了 你可以把這個版本的公式複製的話 那跟我們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就是本來是沒有東西 那現在的話最大的差別是 不對 我貼上的話是A3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他好像是假設你在B3 所以你貼的時候一樣 還是要把它貼到B3 然後打勾看看 那向上填滿 有沒有發現 剛剛這裡本來是沒有東西 但是因為他給我的公式是無資料 所以這邊會顯示無資料 OK 哪一個好呢 好像空的好像比較好 所以我們一樣把無資料刪掉好了 Delete掉 然後打個勾 這樣向下填滿 向上填滿 這樣好像比較好 OK 不過你可以試情況決定 因為就是看你將來想要怎麼顯示 你就怎麼顯示 OK 所以以往就是要寫這一串公式 真的對於很多人來說 應該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可是我覺得有缺號EVT 所以後來我跟同學講說 你真的不用緊張 你不會也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大不了 OK 不要有壓力 不然的話很多人在職場上面 企業要遇到問題怎麼辦 就沒辦法 就很有壓力 而且做不出來的話 那就只能突發煉綱了 這個突發煉綱就很麻煩了 你這個才九筆資料 如果你這邊是九百九千 九萬筆的話 這個可能就非常頭痛了 而且我跟各位講 這種大數據是比比皆是 絕對這個還算是非常簡單的 更複雜你怎麼辦 OK 所以我們慢慢會再用一些比較 可能慢慢我們不見踩漸進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打個夠OK的 這樣他其實可以證明 Chargept幫你寫一個公式 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 那如果你覺得不滿意 下方還可以繼續問他 甚至你還可以問他說 如果我不想要用這樣的公式 可不可以幫我換一下 他會幫你再換 換成別的沒有關係 可是你可能可以給他一些方向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 自己再去調整 不過我是覺得 就是解決問題優先 你已經解決了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慢慢熟練 還有就是懂得跟Chargept溝通 所以Chargept給你的回應 每一個字都是他能夠理解的 一個敘述方法 所以以後我是建議你多多跟他 相處培養感情 必定要感情 就是你就是知道他要怎麼表達才會懂 OK 慢慢你就會越來越容易一下就做對了 OK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使用Chargept 產生剛剛的這個公式試試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請你再把這個公式 改成上個禮拜講的就是 制定VBA的Function函數 OK 比如說可以增加一個函數叫什麼 叫 叫刮弧自串函數好了 那這個刮弧自串函數 你就直接給一個資料 他就會自動判斷 到底裡面有沒有刮弧 如果有刮弧就把刮弧取出來 如果沒有刮弧那什麼事都不做 就是輸出空空的 所以這要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看VBA的部分 那VBA一定又更難了 我看這個延伸到VBA 應該很多人完全沒頭緒 不過這個時候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有TRAWGPT 其實很簡單 底下只要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成VBA的Function程式 這樣其實就出來了 而且我發現還蠻正確的 那你們先試著把這個先完成好了 順便先跟TRAWGPT溝通一下 待會我們再繼續往前推進